这个世界从哪里来 这是历史历代哲学家试着回答的问题 也是很多宗教尝试要给出答案的 圣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起初神创造天地 基督徒相信三一真神借着他全能的旨意 从无到有创造了整个世界 上帝是这个世界独一的起因 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上帝是那一位永恒而不朽的 他在和列山向摩西启示自己的名字就已经显明了 我是自有永有者 I am that I am 世界的存在不是出于世界本身 乃是从上帝而来 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 有这样的颂赞 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上帝用祂的话语创造万有 用祂的智慧铺张祝天 祂所有就有 命力就力 新约又告诉我们 万有都是借着职所造的 约伯记里又有这样的话 神的灵造我 全能者的弃使我得生 诗篇的作者也曾经说 你发出你的灵 他们便受造 创造的工作是圣父 圣子 圣灵都参与的 区分不同的位格的工作 也是恰当 创造从父神开始 圣子 却不只是工具 而是有位格的智慧 因为万有都是借着祂造的 是靠祂而立的 而靠着圣灵 万有才能在上帝里面存活 并且被圣灵引导 到达自己的归宿 因着上帝本质是一 却有不同的位格 所以这个世界既有深奥的合一性 又有丰富的多样性 这世界的历史 是向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迈进的 创造是发自于父神 通过圣子在圣灵中成就的 因此在圣灵中通过圣子 世界得以回归圣父 这个世界即便是被罪恶玷污 也是能被救赎的 也是属乎恩典的 我们不应该把上帝和世界对立起来 也不能因此把生命 用圣俗二分的对立起来 我们不应当因着救赎而贬低创造 也不需要用特殊启示 废掉普通启示 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 可以在这个世界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果有人问 是什么驱使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呢 圣经总是把这样的问题 引到神永恒的旨意上 对于永恒的主 没有创造 祂也不会无所事事 进行创造 祂也不会疲倦 上帝乐意创造宇宙 来展现祂的卓越 祂乐意创造 展现出祂威大的智慧和能力 至终展现出祂的荣耀 敬前的人敬拜上帝 并不是出于勉强 或者寻求回报 而是出于自然流露的爱和愉悦 把我们敬前的心态放大无数倍 或许我们可以明白上帝所喜爱的 以及至终明白上帝的荣耀和尊严 祂创造 不是因为祂需要这个世界 而是因为祂在创造的旨意和创造的行动中有愉悦 从某种角度来说 上帝是最有创意和想象力的艺术家 祂为着自己的创造而欢欣喜乐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发自内心的喜欢各式各样有创造性的活动 比如文艺作品 音乐创作 科学发明 甚至喷论 建造房屋 制造各式各样的新工具等等 基督徒既不要侵蚀这个世界 也不要神话这个世界 我们承认上帝是创造主意 可以避免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 可以排除自我中心的傲慢和错误的乐观主义 自然和历史都是莫测高深的 但上帝的道路总是不可测度的 然而我们相信万有都在祂的同管之下 祂会让万事互相效力 让那些按祂旨意被招的人得益处 创造的教义对今天的基督徒极其重要 它使我们明白物质的世界本身是好的 因为上帝创造它为好 上帝要我们以讨祂喜悦的方式来认识 并且使用这个世界 上帝在祂所创造的宇宙之上掌权 祂是一切受造之物的主 我们当将自己和一切所有的归给祂 创造的教义也促使我们更清楚地明白 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本身是可以荣耀神的 因为这些研究使我们发现 在神的创造大功中 祂是如何的有智慧 有能力和匠心独具 十篇一百一四一篇第二节说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创造的教义也让我们能够用感恩的心态 全心地享受各式各样 有创造性的活动 因为我们的神和创造主 使我们能够在这些创意性的活动中 效法祂 古罗马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 曾经说过 我们生下来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我们认识祂因而敬拜祂 我们敬拜祂因而得到永生 我们可以永远服侍父神和至高的主 并成为上帝万古长存的国度 这是所有事的综合 是上帝的奥秘 是世界的奥秘 敬请关注陈光学会 驾文神学系列的下一个小视频